互聯網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三毛拿根 眾所勾知,最近我已經轉了它的Logo 最取而所思的地方就是它用了三年時間來研發這個新的設計 三毛拿根作為一個專業的設計師 今天就示範如何用AI用小於三年時間 來設計這個走在時代尖端的吾愛國設計 第一步當然就是選擇檔案的尺寸 今天示範就是用了1000px x 1000px 這個老實說就進入了這個畫面 由於時間關係,我已經先把這個小米的Logo 我先放大一下 其實今天就打算用Reverse Engineer的方法 組裝Logo出來 基本上整個Logo最大的改變就是由原先的方角 轉成這個圓角 那怎樣做呢? 其實可以先把套房放在中間 這樣方便大家看 其實不熟悉AI的朋友 就可以在左手邊這個工具Bar 找一個叫Rectangle Tool 就在剛才畫面放大了給大家看 用法就是怎樣很容易用 其實現在是白色 我先轉一轉眼色 轉眼色要注意 放大給大家看 這裡有主色和邊色 我現在有方便示範器 把顏色轉成邊的顏色 之後也是方便給大家看 我把邊加操作成實點 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用Rectangle Tool 畫一個四方形 記住 拉的時候要按住Shift鍵 不然形狀就會變成長方形 畫好之後 用黑色箭咀來點選四方形 然後到角落的時候 就可以把邊拉下來 很慢的重播一次 在角落這個點 慢慢拉下來 還有要注意用黑色箭咀來點選圖 精髓就完成了 這個不愛角的標誌 就已經完成了 不過如果這麼簡單 我就不會特意做一條片出來 下一步就做了這個咪咪的字樣 咪咪的字樣一樣 我們用Rectangle Tool 畫了一個長方形出來 長方形的分別 就畫的時候 是不需要按住Shift鍵的 長方形畫好了 我們就把右上角拉下來 怎樣只是拉一隻角呢 做法很簡單的 Double click 你想要拉那隻角仔 Double click完之後 就會有這個新Window彈出來 這個圓角的選項Window 要unlink這裡 然後你就可以獨立地拉到任何一隻角 M字的外形畫好之後 下一步就是畫它裡面 橙色底的空心位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兩個圖形剪裁方式 剪一個不規則的形狀出來 做法也是跟剛才一樣 我們就像剛才一樣 選擇其中的角落 然後在圓角的選項 之後去圓角的選項 按了四隻角之後 就拉它右上角 畫好這兩個色塊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切剪裁方式 切剪裁方式要注意 切剪裁方式是需要轉實色的 怎樣轉呢 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2bar 下面的底部 就有一個調色盤 調色盤上面有一個箭嘴 你按那個箭嘴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轉成主色或者邊顏色 現在兩個都變成主色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Pack Finder的功能 把它切割成你想要的形狀 初心者最容易失手的地方 就是不會用選項功能 選項的時候 一定要用黑色的箭嘴 兩個方法同時選擇 怎樣同時選擇兩個色塊呢 首先 你用黑箭嘴選擇第一塊 然後按住Shift 按住第二塊 這樣就兩個一起選擇了 當你選擇多過一個色塊的時候 畫面右手邊就會出現Pack Finder的功能 我們今天只需要用Define的功能 按完之後 你的色塊就會變成散修修 以今天的例子為你 就會變成三劍 你看到黃色、藍色 還有多餘出來下面的小塊 就有三大塊 之後我們現在就用白色的箭嘴 來告佈選擇我們不再需要的部分 黑箭嘴和白箭嘴最大的分別 黑箭嘴就是選擇整個組合 由於我們剛才用了切割的關係 切割完之後三個大色塊就會變成一個組合 用白色箭嘴就是獨立在組合中選擇其中一個 只需要用白箭嘴選擇你不想保持那部分 然後用鍵盤按Delit 按鍵 最後剩餘下來的部分 就是用一個方塊的tool Rectangular tool 來畫剩餘的兩個長方形 這樣之後整個小米的logo 就這樣就會大功告成 當然還有最後外圍橙色的橢圓正方形 我們把它變成橙色 選擇圖形的時候 記得要用黑色的箭嘴 選擇橙色外圍的分塊之後 再用Eyedropper的工具來選擇橙色的 大約五分鐘至六分鐘左右 整個小米的logo就完成了 雖然沒有開小米的手機 但其實他在市場上真的需要賺一賺 很明顯他做一個一個圓角 就不需要三連 但他講一講之後 整個Facebook都已經花了他的版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新來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就可以考慮按下訂閱按鈴鈕 除了Follow我Youtube之外 其實還可以Follow我IG和Twitter Instagram和Twitter的項目 都跟Youtube一模一樣 都是SummerNugget 或者看完教學 還不太懂得用AI的話 可以在留言找我 就盡量解答你的問題 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看整條影片的朋友 我們在下一條影片到再見 拜拜